2011年叙利亚危机爆发之后 阿拉伯国家联盟终止了叙利亚的成人国资格 不过近来不少阿蒙国家都向叙利亚伸出了橄榄枝 恢复与叙利亚的政府的接触 13号伊拉克外长哈吉姆与到访的伊朗外长扎利夫举行了会谈 哈吉姆说双方就消灭叙利亚境内的恐怖分子 支持叙利亚政府维护叙利亚主权和领土完整等问题进行了讨论 伊拉克和伊朗都支持叙利亚重返阿蒙 扎利夫也表示伊朗将和伊拉克共同努力推动叙利亚重返阿蒙